七十五岁的朱兆申中过疯 六年前又患上帕金森症 年轻时他在洗衣店当过学徒 后来也在珠宝店工作过 因为勤勉苦干 最后还和朋友合伙开了金铺 不过常年累月的拼搏 导致身体出现了状况 接踵而来的是长期的医疗费用 现在知道有建国一袋配套 对他来说是一大喜讯 这个车费又贵 医药费又贵 厕所买这些东西都取价 这一样的东西取价的压力之下 紧持这一大块石头压在那里头上 就是全部过去 所幸的是 朱老先生的儿子很孝顺 扛起养家和照顾双亲的担子 朱立新说 父母的医药费占了他收入的一成以上 这方面的费用是可以动用保健署区的 大概顶限是四百元 这部分我们都有用到 然后除此之外 他进行那些针灸治疗 物理治疗 以及其他的那些开支的话 平均下来一个月大概是两百多元左右吧 每一趟得市费都起码都要十几元 我们算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靠近市区 朱立新现在还是单身 还能够承担父母的医药费 但是将来如果他成家 情况就难说了 社会学家认为 建国一代配套 其实也间接地减轻了加薪层的压力 需要照顾年长父母的朱立新认为 除了经济津贴以外 建国一代也需要其他方面的援助 我觉得这个配套还可以做得更细腻一点 比如说为年长人士提供一些交通上的津贴 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去参与社会活动 并或者进行其他各种方式的治疗 或保健的那个活动 我们可以考虑继续在电视跟电台那个部分 播放方言节目 讲古节目 以及传统地方戏曲等等 让他们可以继续可以看到这些曾经 因为他们非常卧心的内容